卓妍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假日愉快 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万伦 今天带您关心台积电的危机 台积电的五大客户轮流爆雷 及AMD展望不佳 高通股价也受挫 半导体的分析师陆行之就表示 目前只有NVIDIA停得住 但又是其他客户利空出境 股价上涨就厉害了 一起来关心吧 分析师陆行之在脸书分享五大重点 一 归因于苹果季节性转弱 大陆的客户一堆库存 而高通的预期Q2营收 又比市场预期差 而晶片又比授权营收还要来得糟 第二点 高通的Q1库存月数 来到了4.95个月 库存清理应该会持续 三 预期Q2晶片部门 盈利率下降到23-25% 高于联发科近10个百分点 四 Q1的车用晶片营收来到了4.47亿美元 营收超过NVIDIA的车用 与Intel模表来相当 看来高通确实在车用很用功 联发科要加油了 五 从最近的半导体公司Q2记笔指引来看 最差的是手机产业 而这些勉强持平 电视大尺寸面板这些产业是最好的 最后 陆行之分析师也表示 生化家半导体多是手机应用 难道轻库存较早使得提前复苏吗? 对于能否提早向上反转 他则认为除了部分可能以外 也可能受到WiFi 6、7需求推升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内容呢?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